大家好 我是桑普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星期的《新桑愛神州》 我是桑普 旁邊有傑蝦的 傑蝦 你好 你好 桑普 我都要收拾一下心情做節目 你需要嗎? 是的 這個時間剛剛是47人案 判決的時刻 我們剛剛在看手機有關法庭線 還有其他庭刊裡面的一些新聞 就是很難受的一種結果 是的 我想都要收拾一下心情 我們才可以講47人案 這個都是一個大的問題我們要講 希望 我知道律政司都不知道 會不會對於兩個被判無罪的人會上訴 就是我現在在做的時候 但我基本上都覺得很大的 另外就是有其他人 我知道律政司認識很多 被判有罪的 沒有認罪的被告 心情是極度複雜 極度難堪 我會覺得是 哎 還要去到什麼時候呢? 我覺得這件這樣的拖勞 這個折磨還要去到什麼時候呢? 是吧? 無論是認罪的人 很多人 例如阿傑斯都說 就算你說 林景蘭 都做了二五仔 都要被判有罪啦 那有些是 有兩位被判無罪的 就是劉偉聰 還有李宇信 希望他們能夠 禍兩關 就是說 律政司不再上訴 還有呢 這個能夠可以拿回護照 離開到香港啦 但是無論他們怎麼決定都好 我沒有辦法 水晶頭知道他們怎麼決定 但是這件事很可能 我就 那我不知道他什麼看法 我先不講看法啦 我先講講我自己的感受啦 這幾天其實就 我對上那幾天其實都在爭取時間 去用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 就是送上一些祝福給各個的47人啦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現在的心情呢 就是我做了十幾二十年節目呢 我經常跟那些人去分享就是 我不可能每一天做節目的時候 心情都會很好 就是簡單說啦 我這十幾二十年 你以為我沒有跟老婆叫過家嗎 那我跟老婆吵架的時候 我都要收拾心情去做節目啦 那所以收拾心情這一下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 其實我有一次是真的收拾不了心情的 就是幾年前2020年9月6號 說快筆拉了之後 我記得大概好像隔了48小時 我知道咦?快筆保釋不了出來喔 我要一個人做三點維權 我很記得那一天呢 是我人生裏面完全收拾不了心情去做節目的 那一個小時的直播呢 我完全是什麼都說不了 就是預定的話題想說 我完全說不了 那所以我很想今天我可以收拾到心情 跟桑普做節目啦 因為我們今天都會說說台灣的東西啦 那就是希望大家諒解 因為雖然我想我們都應該做足很多心理的準備 那甚至現在可能給我自己所做的準備好了一點點 起碼有兩個人走得掉啦 那但是無論怎麼說都好 我心情是很沉重 因為其實有很多今天宣判了的朋友 有例如黃碧雲 例如萬必 或者剛才提過的林景嵐 他們過往幾年在外面環亞中的那些其他的人呢 其實就今天就要進去了 那何時才可以再見到他們 那就這個又要交給上主為我們作最好的安排啦 我也是這樣的看法啦 我只是知道很多已經是保釋在外面的被告 今天去到法庭裡 其實都有心理準備要立刻被機留 那很多人就立刻一定要去機留了 那只有兩萬人被判不要罪 而且他們承受的就是風險 那究竟律政司會不會是上訴啦 因為他們即時上訴 那我所知就是剛剛的消息就是 這個大狀劉偉聰就可以離開到西九法庭 那是不是等於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會完全安全 我都說是 我剛剛講過 我都未必肯定 所以我們在大狼裡面再加上昨天那個 關於支聯會的新聞令我都相當沉重 尤其是涉及到很多人 我們這一座就在第二節我們會講到這個問題 就是六四案件 那我們第一節我們先講講台灣的事情 雖然我們心情沉重 這些沉重也要和大家做節目的 是啊 因為我們應該都是專業的嘛 是啊 收拾心情嘛 是 那關於台灣的事情呢 那我也有參與啦 這個參與都幾三天我也有去現場的 那我會覺得是給大家一些東西看一看吧 有很多貼紙派的 哇 很感動啊 那些牌 貼紙派的那些貼紙 然後之後又有這個 鞋陰是不是 是的 也是鞋陰啊 職業台灣人 是不是 是 還有這個自由台灣 簡單給大家看幾個 這些是很多貼紙 還有很多都是自己DIY的 沒有政黨動員 沒有車車的蛇齋餅種 沒有舉牌的旅遊團 OK 沒有點名制度 也沒有錢給你拿的 OK 全部都是自己去的 521 524 528 528就是第三天的行動啦 那我們後來慢慢看到 很多的民間團體都可以講到 清鳥行動 那為什麼叫清鳥呢? 是因為跟這個流量的打壓有關的 因為呢 清島東路就是抗爭的地方 那你一旦如果大家在Facebook寫清島東路呢 你那邊貼紙就減流量減得很厲害的 後來很多人認識了 這就變成清島東 照樣的清島東現在慢慢都減流量了 因為它那個所謂的流量密碼 是不斷變的 大家知道演算法是怎麼說的 那於是就改一個名字 就是清鳥行動 那你說鳥就沒事了 於是就改了這個名字 那這個行動出現呢 那當然你說短期的目標來說是失敗的 因為當天5月28日呢 終於三讀通過一些立法院 職權行使法有關的條款 換言之呢 就是照樣通過有關的一些惡法啦 包括了總統要去這個國會那裡接受質詢啦 那第二件事就是 這個比較遲遙一點 還有下面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聽證權 可以長傳任何人 就是包括我 只要在台灣可以有司法管轄權的 就是在那個地方去做聽證 傳不去 或者是去到不說話 或者去到時候 就是回答一些東西給反質詢 或者說虛假陳述的話 全部都是要罰款的 輕執法一萬兩萬 重執法十萬一十萬 而且可以連續處罰 傳我桑普一次不去 二十萬 第二次不去 二十萬 這樣搞到我破產就行了 就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國會的擴權 整件事就是它整個審議過程中是黑傷 沒有程序的正義 那這件事的話是不是公平呢?當然不是了 最嚴重的是什麼?最離譜的是什麼呢? 它最後發案的版本 根本在完全委員會或者那些黨團協商完全沒有提過的 最後口頭讀出來 讀完之後立刻表決 哇!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然後你想都沒有想 然後你大石砸死蟹 因為上次的選舉 大家知道國民黨和民眾黨 就是藍白呢 就拿到過半數的議席 那他們聯手 各自的黨團總召包括傅君奇和王國昌 都不斷在這樣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想整件事就是最後通過了一個惡法 四個重點 一就是講總統要受質詢 二就是聽證 三是調查權 這個我經常都覺得是罪咎病的 因為調查權就可以說 喂!你就是法官 你現在在審這宗案 我要你copy一份給我 那我上次和傑斯組節目都說過你怎麼樣了 甚至沒有說 軍隊我知道你有什麼文件 你採購什麼戰機 你採購什麼的導彈系統的 copy一份給我 copy了之後第二秒鐘 習近平台上已經有一份文件了 OK? 這個就是最大的國安危機 另外最重要就是藐視國會罪 那現在藐視國會罪 就是限縮到公務員 公務員如果傳到立法院 就是國會作虛假陳述 執法一年有其徒刑 那很多情況很害怕的 因為那些官員 萬一他們說任何的東西說錯 說錯的資料而已 譬如說今年的經濟數據上升了3.5% 你說3.6出來 噢!虛假陳述 一年有其徒刑 要找你 要玩你幾二日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很多 他就希望那些官員找不到人做官 用這個方式來施極大的恐嚇 好了 這個之外的其他都是佛盤 因為符合大法官會議解釋的第585號 佛盤它定得非常重 可以重達20萬一次 傳你不來反則訊 每樣東西20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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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有多少個20萬啊大哥? 就是你全部人都是有數得盡 大家不是大有錢的 是不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等於新加坡化了 那有些人說這個 等於香港立法會化 那我覺得又不一定 完全可以跟香港立法會比的 現在的立法會 當然不是立法會的垃圾會 2019年之前的立法會 基本上都是一個象徽圖章 因為它一半是功能組 締分組點票嘛 那當時是跟現在台灣的 完全民主的制度 不能相提並論 雖然台灣的國會有不分居的制度 但是呢 不能相提並論 好了 在這個大前提下 你看到 我又不會說台灣的東西 完全變成香港立法會的樣子 因為不可比的 但是你說程序公義方面 真是香港立法會化嘛 就是說 向緊那個方向 向緊那個香港化的方向 是的 就是它不是中國人大 不是等於香港的立法會 但是它在向這個方向走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情 我這三個層次的討論 第一 程序公義 這個最表面的 最沒有爭議的 最有共識 最令到很多年輕人出來的 OK? 我們不可以說這件事情沒有 一沒有的話 你這麼深層的話 你能夠聚合到一個人會少嘛 講表層的事情 希望大家一起出來嘛 程序公義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這個案法 就是擴權 就是國會擴權 未經修憲 然後侵奪監察院司法院權力 就是上次傑斯也講到這一點了 再加上就是 國會本身 你擴到這個權 其實這個權的擴大 比美國和法國的國會更加重 人家都要藐視國會罪 但是藐視國會罪 它成立的條件非常嚴格 而且有美國大賠審討 去做起訴的根據 但是今時今日 台灣都沒有這些措施 那麼可能這個國會的國權 會變成了政黨之間 和支持者之間的惡鬥 這個很麻煩 為什麼這麼做? 因為第三個層次 就是中國共產黨後面操盤 喂 大家知道這個傅昆琦 和這個王滬寧見面之後 全部在搞這些東西了 那麼你看一下 這些中國黨 包括國民黨和民眾黨不得了 於是有人廢青了行動 這和民進黨 就是綠營無關係 很多都是綠營之意 就是事實上是這樣的 但是那些公民團體搞的 這些公民團體五十幾個 OK? 很多譬如編青 我們台港每天都會做聲援 那麼我們認為在整個運動裡面 最關鍵的一點就是 那些人自發他 而且我會看到一個新的力量就是 年輕人很多 喂 我在2024年就是今年的一月 看到賴青燈的造勢活動 選前之夜 就算贏那一刻 就是說勝選宣布勝選有一個造勢大會 中坑多的 三十幾歲的人以上 到六十幾歲的人之間的範圍是最多的 老人日那些就是很多支持國民黨的 OK? 不是全部老人家是國民黨的 但是國民黨支持很多都是老人家 OK? 然後年輕人就是參加民眾黨的牆 就是支持柯文哲的 好了 事而西亦了 到了今時今日 四個月之後了 發覺到了 喂 青鳥行動 多了很多回頭草 就是小草變回頭草 每個人來這個地方 哇 真是 有個小草懺悔區 在現場 我見過一個 小草懺悔區 都覺得有標籤他們懺悔的 他們回頭總是好事 還有年輕人就是 這麼多年我經常都說 換了這麼多年 尤其是八年蔡英文執政 你很難牽起到一些新的抗爭運動 當你有抗爭 你好奇也好 或者你覺得沒有什麼政治立場也好 你都去看看 那看著看著 就會回頭的 還有很多東西就是 那些年輕的一班 他們最多設計這些slogan 衣服、banner 其實他們設計很多東西 變了 我看到一些 我認識台灣的一些 比較台派的人物 他們都說這一次的運動很不同 他說他下來了 以前抗爭下去的那班人 幾百人都是大部分都認識的 OK 但這一次完全不同 是很多不認識的人 是不認識的什麼呢 中年的又有 年輕的又有 那我會覺得這個是一個健康的現象 整個運動最大的收穫 並不是阻止到這個法案三讀通過 我稍後會講一下有什麼 後面有什麼mitigation strategy 有什麼微補的方法 但是說最重要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使得公民覺醒 小草回頭 年輕覺醒 而這個能量只要不要耗散 繼續在這個地方温存 未來我會看到一波一波的運動會出現 那這個情況就是台灣的民主會導致 更加健康的發展 所以說民主自由社會的秘訣就是 它將人性的一種向善的心激發出來 透過權力互相的制衡 透過這種不斷追尋真善美的盼望 西人又希望在一個自由的角度裡面 去發展自己 這個就是民主自由合規 民主自由合規 你不會犯錯 人們會犯錯 是不是 都會很多的政黨 你會選錯人 選錯人 所以這四年我們要受的 我們不可以說 很多人就說要解散立法院 解散國會這樣 我們說你要解散這件事情 這要有憲法根據 立法院國會不賭國 總統是沒有辦法解散國會的 你不可以說選舉結果不滿意 解散它這樣 這些就是推派不玩而已 明明跟它倒21點 你明明是被人弄爆煲22點的了 你不算 下一日再玩過 你小孩子不可以這樣 那你說覺醒了 發覺到被人騙了 四年後才有機會 那中間有沒有機會呢? 罷免 是吧? 但是罷免的話 我會說一下問題在哪裡 所以我們說整件事情 就是要這樣用民主方式來操作 所以選舉不是儀欺的 不是給你亂選的 你亂選 我要跟你一起受罷的 這個我覺得是民主選舉的一個重要的地方 我不知道這件事怎麼看的 我想這次這一課其實給了大部分的台灣人看到那一月份選舉之後這個新議會的多數暴力 那個霸王眼上攻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很清楚去看到 那我補充幾點 第一就是一路看著這件事 一路看著5.28那天 就是在議會內和議會外的情況 其實很多東西很值得分享 但我想給了我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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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陳相識的感覺 分享一下 第一個感覺其實就是 好像十年前的 有些東西好像十年前的太陽花運動 例如國民黨這次仍然是用那種不斷的說 喂 外面那些人是民進黨動員的 十年前其實都是這樣 但是我記得十年前有一個人 今天都還在這裡 他就是王國昌 十年前他在外面 他就說我們不是民進黨動員的 OK 就在這裡罵裡面那些人黑相 但是今天其中一個始罵外面的人是民進黨動員的 竟然是王國昌 那這個其實都看到 真是十年人士幾翻身這句成語 真是沒得頂 全部都套下去王國昌那裡 第二樣似陳相識的就是 但是我都是想說的就是議會步向那個香港化的情況 那你看到有很多 如果大家一直看著整件事 其實是 你看到民進黨的議員 其實大家 我覺得有一種親切感的 因為他真的好似民建聯 好似建制派那些 譬如在這幾年立23條 國安法 鐵民營聯 或者建制派那些人經常都會說 是 這些法我們其實不是針對普通人的 是針對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人而已 這樣 然後這次國民黨就住那些聽證權 調查權 他一樣都是說這差不多的事情 好人好者 我怎會傳召你上來議會呢 當然就是針對那些官員 或者那些 總之跟案件有關的人 但是其實那些人都可以是普通人而已 那你究竟 還有就是很清楚的嘛 你修改個法例 譬如舉個例 在調查權那裡講得明白的嘛 你怎會不關普通人的事呢 不只是傳召政府官員 是傳召一個普通人 如桑普的 都可以給你傳召的嘛 如果桑普不應訊 或者是上來拿樓攤 或者帶你去遊花園 他真的會被你罰罰罰罰的嘛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最重要的精神是什麼 這個 我想強調一件事就是 台灣二千三百萬人 我想大部分人 我想都某程度上 有幾大部分人是支持國會改革的 但是現在你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大部分的台灣人 都同意這是一個國會改革呢 或者是一個國會的抗權呢 甚至是一個國會的濫權呢 喂 你現在下一步下去 其實最大問題就是 就是你有沒有圍獻呢 因為在台灣真的有五個權力的嘛 有行政 有司法 有立法 有監察 有考試 OK 那現在你抗了那四大方向 就是總統國情報告 常態化 真定反質詢的 藐視國會罪 國會調查局 國會聽政權這些 喂 你某程度上是真的如月了很多很多東西 甚至混合監察院那一份 喂 我只是想完整件事 如果我是台灣人 我真的很想問一下這幫這樣的奇妙鬼 喂 大哥 你美其名協助我們的票 就說去監察執政的政府 如果我可以問的話 我真的很想問一下 那麼我們又有什麼渠道去監察你這幫這樣的奇妙鬼呢 這個立法院裡面的議員 喂 現在大權到簡直好像秘密警察那樣 你甚至 傅君奇 國民黨總召 哇 大哥 贏了之後 語無倫次 哇 甚至成立這個叫做國民黨加民眾黨 加起來的在野什麼特徵隊 哇 好像特務一樣的 講到 那麼這個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一會兒可以看了 一會兒我們才留一部分 就是剛才的桑寶講的 究竟有什麼可以制人他 我們一會兒可以討論 講完議會外就是 多謝這幫奇妙鬼 國民黨加民眾黨這幫奇妙鬼 其實他再一次喚醒台灣人的對政治的觸覺 有很多故事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那天看時代 不是 看這個 看這個 死了 謝珍湖的電視台叫什麼名字 突然間忘記了 年代電視 年代 看年代電視的時候 訪問一個在現場528的一個中學生 哇 我覺得真的很感動 他說 我就沒有機會投票了 這次不關我事的 因為我都沒夠清 但是我下次就夠清了 OK 他說這次令我會很慎重在餘下的時間 去想一下我怎樣去善用這一票 我想這次給了很多台灣人一個反思 那次 喂 上一節幾個月前一月份 有沒有人在亂投票呢 或者就是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拿著那一票沒有出來投票 或者不珍惜這個投票的權利呢 那這次真的 我想是悶醒了很多人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528那天不只是台北那7萬人 OK 還有花蓮 新竹 彰化 苗栗 宜蘭 藍頭 嘉儀 台南 屏東 高雄 雲南 台中 澎湖 竹北 整個台灣15個縣市 喂 都合起來多少人 現在都沒有一條數公佈出來 其實是一個全民的抗爭運動來的 這個叫清了運動 那當然要看後續 後續就是說究竟是有頭威 有沒有尾陣呢 那會不會繼續延續下去呢 一會我們可以繼續探討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就是 其實這次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民主課 一個覺醒的運動 我上個星期節目的時候其實都強調過一件事就是 就算你三讀過了 又如何呢 喂 如果你繼續在未來的四年 國民黨和民眾黨 繼續用這一種的多數暴力 OK 什麼都可以發生 再衝進去立法院又行 喂 不用很多人而已 大佬 就是可能幾十人就可以衝進去 或者還有很多很多的後著 其實現在所有台灣人都在想著 反思著 自己覺得一月份沒有善用自己的張票 甚至未來的一月份是不是做罷免的行動 等等很多這些事情 這個其實就是 我對不起想再說幾句 這個就是台灣和香港的分別 香港最大的分別就是 香港是行政立法是互相配合的 舉一個最近的例子 社工註冊的修訂條例 你看荒謬到不得了 一個官員走出來 那個勞福局局長那個人走出來 說完之後就住 說完之後 用了十二日時間 就可以拿條法例出來上立法會 橡皮圖章去修訂 去通過 但是台灣都是在走這條路 但是台灣還有很多制衡的方法 所以某程度上其實是 台灣還有很多可以制衡這種多數暴力的方法 但是看回我們香港 今天的暗淡就是這樣 就是行政立法是互相配合的 所以那個分別就是這裏 是啊 那我剛剛順著 杰斯剛剛講的這番說話 我會覺得是 香港人來到這個地方 很多人都要融入這裏的生活 那我們會看回這件事 我先講講這件事的兩個最大的影響 第一 年輕人出來 很多中亨都開始政治覺醒 中亨年輕人政治覺醒 你看回一些民意調查 就發現有關的柯文哲和王國昌的民意調查 他們的支持率就講了10個百分點 基本上少了 王國昌很多人作什麼衝師表 衝就是這個台語 衝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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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又幫徐考心 幫王國昌 幫什麼傅君旗作這些東西 什麼宇宙的太陽 世界的銀行 那些東西 於是他講得好像偉大領袖 那就就是困他了 但是王國昌就一度直播 就說自己中招 就被人家這樣爺餘了 就是支持的就支持他 不支持的就很反感 尤其那些很多 譬如廟邦 譬如很多人說 10年前因為跟你一起拍檔 一起搞太陽花的學運 10年前是跟你一起去對抗那個裡面的政權 10年後都是因為你 我才要站出來 10年前跟你站出來 10年前跟你站出來 10年後是因為你 我才站出來 所以這個是大問題 這個是個人人家的墮落 香港都有湯渣華 台灣都有王國昌 什麼人都有 第二件事就是知道這個是什麼呢? 中國黨對台灣政權的一種挑釁 就是大家看到曹興誠 吳瑞人 很多人都講到這一點 就是說 這件事本質上不是一個單純的程序公義事件 它最最後是一個中國黨 包括國民黨和民眾黨 挑戰台灣本土政權的一個亂政的開始 游勝的 沉默的一場小政變 以這個小政變是剛剛講到 是毀壞憲法的前台之下做的 我都不喜歡五權憲法的 我都希望三權分立的 因為所謂的監察和考試是 宣民學書裡面很奇怪的部分 三不像 四不像 就是完全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那就修憲了 重點是修憲了 1999年的修憲 是將門檻提到四分之三 還有全民過半數的選民覆決 是 難 但是你不經過程序做 除非是全民制憲 如果你要修憲的話 根據程序做 你不可以說 喂 我不理憲法 憲法規定我不理了 憲法擺明是行政院和國部會的首長 才有責任去到立法院 即是國會接受質詢 現在你加上總統進去 根本是涉及修憲的 我不是說這件事不行 而是說你要due process 跟回憲法保留事項 由修憲解決 現在不是 總統要備詢權 即是準備接受質詢權 好了 藐視國會罪 你可以定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這樣定法前提的是什麼 突破大法官會議解釋第585號 因為講明了 所有與調查有關的事情 以罰喚為限 為什麼你加上的刑法在這裡 如果他的講法 也沒有宣誓 官員不是宣誓作證 官員只是被你傳召 問話 你說錯了 經濟成長率不是3.8 是3.7 虛假陳述 判你一年假 是不是可以這樣呢 荒謬嘛 另外 譬如說你講到那些 剛剛講到調查權 聽證權 找到歐洲公司 美國公司 你來這個地方 調查片的資料 你和中國版的反間諜法有什麼分別呢 可能是那個刑罰上面的分別 可能那些人被抓 鎖艇 但是你至少罰人20萬 最多是罰20萬 連續處罰20萬 20萬20萬 怎麼罰人家公司 罰人家破產都行 行不行呢 通不通呢 我想這個是問題 然後香港元素也在 我在現場看到很多香港人 我和其中一個 已經入籍的香港人一起走 我都拍了一段影片 放在YouTube上 我沒有和他走 我自己走 然後就和他見面 我們聊了很久 突然間 看到他住基隆 是不懂的 舉著一個牌 罷免借國糧 基本上是要罷免 基隆 基隆的市長借國糧 他住在基隆 即是北部 他就和他的夫人一起來 他願意給我公開講的 他的額區 皇家區的區 他就來這個地方舉著牌 我放了一張照片 證得他同意 放了一張照片在Facebook上 他就很熱切關注台灣的很多議題 他其實是2015年左右 雨傘之後已經來台灣 即有一批是雨傘運動之後來台灣 運輸很多 他們這幫人 認識了 對台灣的融入度是超高的 我相信2019年之後 過多三年時間 這批人也都融入度會相當強 他們都會對台灣很多事務 很切身、貼心 他們的家裡 包括我家裡 全部都是在台灣 他們會很認真做這件事 好了 接著後面的桌子 2019年來的那批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其次我想起碼看到兩、三支元 就在現場出現 到處在那批 由頭髮到尾 當然 這個不是喚起大家的關注嗎? 當然未必的 因為整件事 這件事不是跟香港有關 這件事是台灣的國會 所以大家知道 他是裝這些限 但是他們沒有台灣人 你這些香港人 你要做什麼? 沒有 我從沒有聽過這些說法 接著唱《願榮光歸香港》 台灣的團體大唱 就是他覺得 這次是願榮光歸台灣 哇大唱 好感動 就是Hartfeld 他站在車上 在冒著 有少少寒風之下 因為昨天 5、2、8 是相當 有少少寒意的 在唱歌 好感動 尤其那首歌 那個melody 本身都已經很觸動 所以香港的事情 希望台灣不會重度覆轍 不是說今天香港明天 台灣我不會覺得這樣 但是我只是說 台灣必須要做自由的 秘密就是永恆的警惕 自由靠勇氣 和平靠實力 今天我們沒有實力 沒有勇氣 什麼都不行 這幫人開始領略到這件事 而很多小草明白 我覺得這個運動 最成功的一點就是這件事 沒有所謂共進黨的參與 全部都是國會議員在裡面 外面的示威完全是自發參加的 沒有飯盒 就是沒有人飯盒給你 是頂多的嗎?派水 派薯片 OK 蔣道教會 蔣藍教會裡面 有很多義工幫忙派水 有洗手間 也有流動廁所 是被人家用的 所以我很多謝黃牧師 可以提供你的場地 給大家去贊備 教堂裡面 每個人一進到教堂 全部都靜了 因為這個古蹟 而且是有神聖莊嚴 在這個教堂裡面 大家就是有蠟燭 然後在一個地方墨土 很安靜 前面沒有人在那裡說話 只是一個screen 有一個蠟燭的像在那裡 然後有一點點字句 希望為台灣祈禱 那這件事已經相當重要 因為做教會 你不可能 你要說支持什麼政治的議題等等的東西 不是他們要講的東西 除非你這樣牽涉到公義問題 那我想這個教會做得欺負其分 這個就是我看到的現象 人互相幫忙 派雨衣 用很多的物資 我盡量都不拿的 因為給回一些認需要的人 那大部分的人 就是一半是年輕 有一半是中興和老人家 那他們分到兩邊坐 西南路一大堆坐在那裡 然後就不是坐在地上 是坐有椅子、有膠椅子 不是摺椅子是膠椅子 摺椅子就是實在武器之手 是膠椅子 台灣不流行摺椅子 台灣是膠椅 那青島東路又坐一堆 那兩個都是有個主台 那這個是我看到的東西 那後來就說回了 那現在通過的法律 通過的惡法律 那怎麼辦呢? 跟大家講一下台灣的一些 基本的憲政知識 就是說你通過了之後 這個法律就要送給總統和行政院 先由總統開始講起 總統要十天之內要宣佈的 那現在可不可以不宣佈呢? 有沒有機會不宣佈呢? 可以拖一些時間 那為什麼呢? 因為憲法72條有機制 用這個其實它說57條 第57條凍結了 用這個憲法徵修條文 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 我記得這個嗎? 322嘛 那三條第二項第二款 規定一個叫覆議的程序 覆議的程序 覆議的程序 這次就已經過不了了 現在如果覆議就只剩下行政院那個 那個立法院附軍旗自己覆議 就是自己 是的 真是噁心 讓你說這個 是的 自己反對一個自己已經通過的法案 就是等於它覆議一次 那立刻就沒得再覆議了 就是全院的委員會 全部就是113個立法委員 去表決多一次 就是說行政院實在難行 有違憲之餘 希望立法院再斟酌一下 是不是真的要通過這樣的法例 如果立法院說 Yes 我要通過的話 就完結了 那個法例就會被總統去公佈實施的 如果他說不行 就是可能有些白型的人 或者其實沒什麼可能 有些人基本上要轉軚的話 那就不同了 整件案件就打翻了 就等於這種法案就不成立 那這種這樣的做法呢 其實是很遏跨的 因為你要同一幫人是行禮如儀的 但是你唯一的事情是拖時間 現在行政院的院長這個卓榮泰 昨天見過這個立法院院長韓國瑜 那韓國瑜就表面上說 哎呀 那大家不就好這麼談 我們的方向、我們的理念 可能有不同 那大家再談 意思就是行政院都要向立法院 對這個惡法提出這個覆議 那福爾呢最快呢 我看到呢 就會去到6月11號 國會會排入這個議程 應該會在6月17號那個禮拜 最快呢 全院審查 6月21號呢 福爾呢 就重新審議投票 接著最快是6月24號 由總統公佈 接著通常公佈之後呢 就是第3日實行嘛 就是6月26號是生效的 最快的時間就是拖一個月而已 這麼大把而已 這個要福爾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呢 是過眼民間 還有一招 是的 第二個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釋法 釋憲 大法官 是的 大法官釋憲 那麼2022年1月之後呢 它叫做大法官會議 就改了名叫憲法法庭 其實都是那幫 就是最高法院那些 justice OK 這些釋憲的方式呢 就可以在法律通過之後 就由法律通過之後去做啦 那釋憲有一個重點的 就是因為憲法法庭法 第43條呢 就可以申請一個暫時的處分 就是換言之 可以請求大法官會議的 就是這些憲法法庭 我經常問一下 那些憲法法庭 他們這幫人呢 就可以做一個 暫時凍結這個法例 不要生效著這樣 就是你要生效著 接著找這個憲法法庭 就叫它暫時不要用 可以這樣 但是呢 是不是這樣做呢 取決於那三個人 組成那個憲法的法庭 怎麼處理呢 那麼有兩個法官 認為呢 是要暫停才行 那就看回究竟 找些什麼法官 去做這件事了 風險很大 還有這件事 就算不敢做 那你就可以申請憲法的解釋 尤其說 剛剛傑斯講到 你五權憲法 那你是不是立法院 侵奪司法院 和監察院的權力呢 和你訂立一些調查權 是不是牽涉到 國家安全問題呢 是不是 這個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 調查權的任何人 他傳來 我要理什麼就什麼 侵略司法的 或者檢察的 不公開的原則 司法要公開審判 但是調查中 在選中裡面的案件 為什麼可以讓你隨意調走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另外譬如說 那些所謂的聽政權 是不是無限制 你傳去任何的人 會趕走那些商人 會趕走外商 那怎麼辦呢 這些問題的話 是應該要由這個 尊重人權的實憲制度處理 香港的司法覆核制度 簡單來說 香港的司法覆核制度 相當落後的 雖然它1991年 香港有《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跟著也有很多 譬如1999年 有很多中首法院的案件 也都希望 將這件事 有一個制度化出現 但是 一旦碰到這個釋憲 就是釋法 就去了北京 全部去了北京 就是這個單程證案 一直去到今時今日 你知道整個已經全面管治 黨國全面管治 沒得說 所以沒辦法跟香港比 台灣這個憲法法庭制度 真是尊重司法獨立 那是某種程度上 能夠宣佈某一些法律的區域 要把它限縮 或者要改 前數幾個月時間 不是說 你今時今日一出來就可以 還有那個勞力時間 風險都是大的 這個是第二種方法 傑斯你講一下 不過我想請教一件事就是 我自己先講 就是大法官釋憲那裡 其實我覺得是 這次真的有可能發生的 就是可能稍後有個結果 就是法庭會宣佈 這個國會改革的議案 暫時是不生效 我覺得有這個機會 但是我 因為我就 我就是會 搞不清楚就是 那個timing 究竟你可以 就是 要 四分之一以上的 立委聯署去 申請憲法法庭去 解釋 去解釋這個 憲法的時候 這個時間究竟要用多久呢 就是剛才你都講過了 如果用以上的 用這個福爾的那個方法 行政院福爾的那個方法 其實搞到最盡都是去到六月尾而已 但是如果找法庭 那這個人 就是究竟是 會不會可以在六月尾之前 可以令到他暫時不生效呢 那這個我就答不到大家了 我不知道在桑寶答不答到大家 我所了解就是 都要在六月尾生效的法律 你才有根據去提醒這個憲法法庭 因為你都沒有一個法律 那你又憑什麼去做呢 所以真的有可能生效的了 是啊 六月你要寫定了 就是生效的那一天 立刻遞上去 就是你罪犯的那一天 就是六月二十六號生效 是 那六二六你準備 這天之前你寫好有關的申請文件 你四分一的人全部已經是聯署好 即是民進黨 聯署好 然後就是這份 四分一是109 然後就是聯署好 之後就是想著那一天 立刻遞上去 我想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說會不會是立刻做出一個 所謂暫時凍結的處分呢 應該是有這樣的希望 但是可能是部分條文 而不是全部條文 而是這些釋憲的解釋呢 要人家牽回法庭要開法庭 有些法局要想的嘛 要考慮的 要時間的 很長的 可以 我覺得應該會治療到部分問題 我覺得不是全部的東西 它都會宣佈違憲 你怎麼可能全部都宣佈違憲 所以我想補充呢 還有一兩個 就 就 勘力來一些的方法 還有一個一定必須提的 不過就看一下 賴清德會敢不敢做 做的可能性很低 就是翻桌 總統是不簽的 那怎麼辦 那你就 對總統就彈劾咯 然後你彈劾總統的時候 總統就解散國會 玩到這個就是 反台式做法 這個可能性都存在的嘛 我們要講完所有的可能性 第二 還有我想最後一件事就是 好啊 你就有你的實施 但是民間可能會發起一些 就是我想 台灣人智慧 這個就要 又要回到民間了 就是他回到清廟運動那裡 就是 是不是有些 有些公民抗命的事情可以做 就是 就是這個 包括公民抗命的事情 我想包括一系列 比如說 一月份 這個就 又要交給桑寶講 接下來一月份 是不是真的 將會有很多的罷免呢 我只是想先提一件事 在目前的機制度 你是罷免不了王國昌的 就是我有限的知識去講 因為他是不分區 他是比例代表制 不分區立委 他真的不是 一由人民 一民 一人一票選出來 他是政黨票 你真的催他不上 拔他不上 你是罷免不了他 好了 然後 那天 那天 在528的議會外 我覺得其中還有一個範圍很棒的 就是人民就整了國民黨民眾黨的議員的照片出來 然後大家可以自由走過去 用一些紅色的貼上去 就是總之 你最想罷免誰 現在有一個排人說出來 就是誰排第一 誰排第二 那還有一件事就是罷免 我再提一件事就是 罷免其實呢 很多國民黨議員都很無辜的 就是 因為要看回你在哪個區 你在哪個區選 因為有些是鐵票區 如果香港人不明白就很簡單 比如說 你說 你說當年 你走去北角 新光戲院那裡 罷免區議員 蔡素勇 你不可能罷免到他 罷免罷免到他 他那裡是福建幫的鐵票 所以這個罷免其實很過癮 就是看看你做 比如說台灣現在有一個最討厭的國民黨議員 就是徐咬心 徐咬心的區就是差不多 就像蔡素玉那樣的區 你真的罷免不到他 就是鐵都不鐵的 所以這個有些 有些國民黨議員 可能會遭殃 就是一月份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呢 交給桑寶解釋一下 是啊 我會講一下這件事 就是我等一下會講一下罷免這個問題 我會覺得是值得去探討的問題 但是我會覺得整個戰略是四加二戰略 什麼叫四加二呢 第一是福爾 只剩下的 釋憲要有時間 那你剛剛第三件事 我才不講 總統如果今天他不簽 就是說反台 反台 是 這個就會搞到一個政黨 我搞出來 你自己都違憲 憲法是規定你一定要簽的 因為他真的規定他一定要簽的 十天內要簽的 如果你不簽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這樣說的話 你憑什麼釋憲 那你就沒得牙 是 最重要是什麼呢 你當然可以反台 但是你為了這條法案反台 還是你要為了未來的反台 不懂得了 最重要講什麼呢 齒板明夫講過很清楚 這些運動有一個很重要的好處 以後國民黨提出放寬反滲透法和國安五法的時候 嘩 聚集的人只會更多 現在已經十萬 五二八個次是七萬 無論是三萬也好 十萬也好 七萬也好 都是講的一些 這些這樣的法律 如果將來你要想改革 就是改鬆這些反滲透法 給多些人來滲透 那就更多人來了 大家認清你的真面目 他於是乎現在就不是很想推那些法案的 就算現在那個前坑法案兩小那個 先擺在一邊先的 他不敢推著 為什麼 現在大家激到小草變回頭草 所以現在就不敢衝 好了 那怎麼辦呢 我想你要這樣反台 但是你要冒著很大的 被人說 你中華民國台灣總統 想任務一個月就違憲亂政 那說真的這件事的話 所以這個可能性不大的 好了 那第三件事是什麼 覆決 就是透過這個公民投票 那公民投票要做的話 就就是說 你要推翻現在這樣的法律案 可以 對於法律案呢 台灣憲法呢 因為孫文學說嘛 選舉罷免創制覆決嘛 覆決就是公民投票 就是人民可以直接民權 來對抗你這個政權的 他覺得立法院是一個政權 就是孫文學說 就是這樣 於是就可以用公民覆決 推翻你的 但是公民覆決那個所謂的門檻 相當高 動員要做這件事的話 整個過程相當大 除非你用所謂的總統 下一個叫防禦性公投 就是公民投票法第16條 就是說當國家有緊急危險的時候 我不需要你聯署什麼 立刻總統叫一個公民投票出來 這個不可以 但是似乎這件事呢 就和那些所謂的防禦性公投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防禦性公投就是說 共產黨是打過你的拼燈我們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台獨呢 就是這些的防禦性公投 或者說是不是台獨的 是不是要對抗共產黨的東西 總之緊急關頭 是的緊急關頭 這件事是不是要做覆決呢 難喔 OK 第四件事呢 很少人說到的 就是說 你有張龍計 我有過場規 整個法律 中央法規標準法台灣 有憲法法律和命令的 命令就是行政的命令 立法就是法律 就是等於那些叫做施行勢則 香港叫什麼 實施規則 實施勢則 那些東西 好了 施行勢則這個地方 你就是把它限出 這個反質詢 行政院出一個呢 叫做法規命令 根據你的法律授權 寫說呢 這個反質詢呢 基本上就是指呢 哦 你不是問別人的東西才是這樣 你反對這個人去質詢自己 這個是反質詢 那就可以了 那就是說你反送相機 你今天吃了飯沒有 這些不算是反質詢 你把這些東西限縮到最尾 譬如說 什麼叫做虛假陳述 什麼叫做 來到這個時候 就是不回答的 是用無理為限 那無理由的情況之下 不回答你 這樣才算 可以用這個地方 你不是向上司法院大法官釋法 是下面執行的人呢 重新創造新的規則 來解釋 知道 這個是一種 出於民主有很多東西還的 這個是四招 跟著呢 四加二 那兩招是什麼呢 第一招 你不是告那些人貪污腐化 說傅昆琦我罷免不了你 但是我抓到你呢 你哪個時候有什麼貪污 哪個時候開記仔 沒有開記仔 要殺人 又刮人 假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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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傅昆琦我知道你花蓮王 你花蓮的分區立委 可以罷免你 但是我罷免不了你 因為你是鐵票區 花蓮王 大佬 樹大根深 那怎麼辦呢 那王國昌不分區罷免不了 喂 王國昌有什麼罪證就判出來 告你 這個是一個方式 第二件事就是剛剛說罷免的了 罷免的門檻 現在越加越高 未來會收這個選罷法 分分鐘就會把罷免案的門檻收到 就是 你要拿到的罷免 就是投票的 就是支持罷免的人數 就要多過上次選舉 他選舉成功的時候 得票數 罷免要多過得票數才可以 哇這個門檻相當高 就是很難罷免到 那現在南白主導的立法院 就是國會 分分鐘會使用到罷免門檻 加到這麼高的 同時罷免案不是馬上做的 一年之後才做到的 2月1號 因為今年2月1號 他們上任的國會 上任就到2月了 真的做 那現在可以籌備的 8月可以籌備的 提安當選區1%的人 連署有10%的人 有60%的時間連署 投票有20至60天去醞釀 之後又投票 所以你整個過程很交的 還有會耗費相當多的努力時間 但是插你一句 有些區是很容易的 有些都是拿幾萬票這樣的東西 沒有問題 你罷免人 人家都是罷免你 是 罷免你民進黨 民眾都不發 但是你有些剛剛熟的選區 人家都剛剛熟的選區 就胡丑 你有沒有聽徐考心說 你罷免我這個 我罷免你胡哥 所以這件事情會搞到混亂 共產黨呢 其實是很樂天的 我會覺得 沒錯 最後要講一下這個 他喜歡你用耗費 輿論的空間 全部不講共產黨 講罷免 多開心啊 整個輿論主導就是這些 徐考心幾衰幾衰 副軍旗幾衰幾衰 那就是討論究竟 蔡薩玉幾衰幾衰 湯家驊幾衰幾衰 這些層次很低的 現在整件事 後面那個主人才是大問題 我們的國防民防深防才是大問題 美中軍是台美軍才是大問題 你不用討論 你說罷免 整天謝祭武開節目 不要說謝祭武的 天天跟你講這個罷免案 不得了嘛 接著互相拆 藍營的罷免綠 綠的罷免藍 然後互相罷免白 沒得罷免的 藍綠之間 白就在那裡笑 我再從中笑 那些人不分區就罷免不了的 是啊 所以作為一件好的 一個政治上的謀略 我分分鐘要問不是 當然我不會反對你罷免 有些是值得試 但是我會覺得 喂 是很distracting 整件事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覺得 用司法來起訴那些人 什麼叫北檢那些人 自己想一想 有證據才起訴 不要露屈人 有證據那個人真的有犯罪的 說真的這些人 哪裏沒有犯罪證據 是你找不找 拿不拿 在pandala box裡拿出來的意思 你肯這麼做的話 隨時又有另一個光景 所以說我不是很悲觀的 就是說這個4加2 為什麼是4加2呢 4加2是針對法例 就是覆核、釋憲、覆決、行政命令 是針對法例來做的 罷免和刑事的起訴 就是針對人來做的 這兩件事是值得去推動 但是我覺得 怎樣也好 做到的效果是有限的 不可能徹底的 是有限的 釋憲可能是做得最多的 但是我想是有限的 因為我們要承受民主 選錯人的結果就要揹四年了 現在台灣人的選擇我們要尊重 就是選了賴清德做這個總統 選了這個藍白主導國會 我們要尊重 但是我們尊重這個結果的時候 我們要承受帶來的痛苦 是 會有制衡 就是表面上會有制衡 但實際上就會亂 這種亂法的話 我們覺得以後的選民 證明一點、醒目一點 雖一次完全可以接受 沒有人是不犯錯的 但是雖第二次、第三次 一直這樣衰下去的話 我們本身台灣人 是不是真的要這樣衰下去 記住這個是中國黨 國民黨、民眾黨 對抗台灣本土政權的問題 而民進黨不是我完全支持它 錯 我認為民進黨 現在只剩下這個選擇 我也希望有其他的選擇 可以讓我選擇 但問題就是 只剩下這個選擇的時候 怎麼辦 其他的小黨、基進黨 這個台灣的台聯 甚至是獨黨 時代力量都沒有了 時代力量 是不是? 已經沒有了王國昌的時代力量 沒有了 這些政黨是不是真的會 有機會可以慢慢 開始一起起來 一起做事 而說真的 民進黨是打壓這幫小黨很重要 可以用打壓這個字 選舉前 一月的時候 很多小黨想上電視節目去講話 沒有 那些媒體自動不讓他們有發展空間 所以這件事情 是很 人的醜陋就會出來了 所以我認為很多事情 是不是應該要全本的改革呢? 我認為很多中共的在地協力者 好像當時的淮海戰役一樣 就是徐旁戰役的背戰 什麼郭宇貴、劉飛、尿尿運國、張一合 那些間諜 那些間諜 都滲透在國會裡面 是吧? 那我不點名字了 大家自己舉個例子 有些是沙沙沉沉的 有些是做間諜的 那你入塞過 逢我家 可能不止 整個都坐了 所以他們根本上 現在查撐、督撐 所以 所以 誰最開心? 共產黨最開心? 是啊 所以 一早就說了 共產黨會是 今屆台灣的立法 國會是一個主戰場 還有不要忘記 上星期 朱立倫都說的那句說話 他說 他不想看到的就是民主的內戰 這四個字真是可憐 這四個字可能就是 他在共產黨那裡聽回來的 但是共產黨我想就是 樂見在武統不成的情況之下 透過這個所謂叫做民主的內戰 去搞亂第三任的民進黨的執政等等這些東西 但是我剛才聽著阿桑寶說的時候 我都非常同意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不需要太悲觀的 仍然是樂觀其成的 就是不要忘記怎麼搞都好 就是台灣人不是沒有試過 高雄寅就已經試過一次選錯人 選了韓國瑜 不要陳其邁 那每一次這些其實 剛才都很強調的東西 就是這些都是一個民主的覺醒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台灣和香港的分別就是 我仍然可以在今天的台灣 用選票去懲罰你 你繼續玩吧 兩年後有九合一的選舉 或者怎麼頂都要頂你四年 那就要靠自己再踴躍一些 其實是國民黨正在推出民進 投民進黨的票出來 在未來這幾年裡面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樂觀的 但是還有最最後一件事 我想補充的一件事 有很多香港人會說 喂不是啊 國會改革有調查權 有聽證權 不好嗎 這樣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是公佈 這個是可以 就是在未來這四年 國會那個 國民黨佔多數的時候 他可以拿回來 他會調查些什麼 他當然拿來公佈私仇 如果你 就是副軍旗這些人 當然 譬如未來你可能調查的案件 可能就是那些 蔡英文的論文案 或者高端疫苗 採購那些爭端 國造戰艦 或者口罩國家隊 這些 他會不會調查一些 對民進黨不利的事情 所以呢 這個是台灣人很深水清的 這個就是大家擔心 就是會制裁人 譬如說 你會不會調查 就是最近安盟節那些五大案 那我想可能性不大 就是那些京華城 或者那些什麼北市科 那些北投士林科技 那些科技員 當然不會調查那些東西 當然調查一些對民進黨不利的東西 所以這些東西是公器私用來的 這個就是我最後想解釋給大家聽的 是啊 恭喜黨勇 互相惡鬥 纏繞下去 民主內戰 這個就是 是的 民主的東西是 你有張陽計 我都有過了詳細的 剛剛講這些是主流的一些看法 我想這個都是要跟大家講 那剛剛就是4加2的戰略 是不是這樣做 那最關鍵的 其實都不在這 是文化觀念的覺醒 就是我最看的是這個 就是人要醒 再用抖音小紅書 看完什麼中天 那些中時那些 就是中了毒 我就覺得這一點是給一切這些 那誰當政這些東西更加重要 今時今日大家記住 藍、綠、白 基本上 怎樣講都好 都是台灣裡面 合法可以競選 甚至執政的政黨 你拿到多票的 就做總統 做這個國會多數黨 現在的情況都是民主的選擇 但是呢 一樣的基本原則 如果你通共 你和中共在一起 就不行了 國民黨都有一些清醒的議員 你不要以為 有一個叫黃偉賢 黃之賢 黃之賢 一個女的劉慧 她都覺得 有些人不可以去到這麼超過 就是她都會講這些說法 就是你不要將國民黨所有的人 都等同於共產黨進去的 是主流的 就是你看一下那些 馬英九 馬英九其實都不是主流 傅昆琦有權力 傅昆琦 現在今天 韓國瑜 就肯定了 黃木 韓國瑜 韓國瑜 夠了這兩個人 有一個是院長 一個是黨魁 但是總召還夠 是不是 是啊 這個就是他們這幫人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人 但是你不能把全黨掃到一邊 所以我覺得做總統的話 你做賴清德的話 你可以有大的格局 就是你要知道你今天 很多人已經對民進黨不像 在反送中期間這麼大的支持 說真的 2020年的時候 這麼多人支持蔡英文 是因為兩件事 美中貿易戰 加上反送中 喂 如果沒有這兩件事 可以肯定她當年輸牙 她2018年跌到谷底 2019年更加 是啊 我們記得了 反送中 聲彈聲 沒錯 很多香港人就說 沒有我香港人 怎麼會有你這個蔡英文可以連任 所以蔡英文 你欠我們香港人 我說沒有欠你 你不會講到這樣 沒錯 她是台灣人的總統 是的 台灣人總統 關你什麼事呢 你說我不抗爭 你可以當選嗎 你可以這樣說的 但是不好意思 你不是為了蔡英文當選 你才去抗爭 OK 你搞清楚 還有蔡英文當選 她在利用這些時勢 她站在對方 之後使得台灣的人 大家一齊知道 香港是重要的 所以你問我今時今日 台灣有沒有對於香港的手足 能夠低調地給他們有關公益 我可以回答大家 我經常說 分兩個人 一類叫做移民 一類叫做難民 移民的問題 是自從去年5月 新的制度出來之後 放寬了很多的 未來會不會緊 我告訴你一次 會 我再講給大家一次 我已經提醒大家了 未來會不會緊呢 會 這個緊和賴聲都無關的 是近這幾個月 已經醞釀著 收緊這個移民政策的 不止台灣 其他的國家都會是 我這個很清楚 詳細我不跟大家講 肯定會收 不是我想收 你不要亂說 是事實上我告訴你 是不會收的 這個是我看得到的事情 好與不好 香港人和台灣人可能不同的看法 但是這件事情是會收的 好了 對於專案的班 手足的班 我們都會低調去做一些事情 我可以很肯定和大家講 他們只是出心出力 給錢 給人去幫一些中風的手足 是不是 一些為一急難的人士 有問題的事情 有直線電話可以和他們聊天 有什麼錢的缺口 基本上它贊助很大部分 贊助不了 調動社會其他資源一起幫忙 這件事是默默做的 你說這件事 多少個人 我不透露了 但我可以說 有 而且持續都有 不是靠我自己一個人的力量去幫助 而台灣政府真的 的確有幫助那幫人 所以說 人家做了好事 你見不到 人家做的壞事 你說不斷把它吹到 一百二百三百這樣 那我覺得這件事 當然你可以這樣做 人是這樣的 人家看你的全部 你最壞的點 就是讀你的點 人是人性是這樣的 但如果你平衡一些 看這件事的話 我會覺得整體是說不差 你問我 就是蔡英文或者賴清德偉 民進黨政府 有沒有背棄過選舉承諾 說撐港人 你的支持是說對於這一幫手足 還是說移民呢 由始至終的說撐港人 是撐手足的 你問台灣所有民間團體 剛剛 組織這五十幾個團體 很多我都認識的 從2019年到現在 他們覺得撐港人的意思 就是撐手足的 如果你說撐一般的移民的 不好意思 我只是告訴你 沒有國家會撐移民的 移民就是根據規則來 當然有說很多人 都不走手足這條路 走到移民這條路 不明白 所以這些有一些 叫灰色地帶裡面 什麼樣的地方 但我覺得那些人 就算把它視為手足 他們有沒有拿到身份證呢 是不是 現在我可以這樣說 你有財力證明 即使那些財產不在台灣 我可以很肯定說 你有財力證明 證明到你有樓 有多少存款 你等多些時間 就基本上可以 除了投資 投資就靠你投資 真實投資就行 但是你說 尊財移民 醫生 甚至沒有其他途徑的 基本 我印象中所知的就是 你的財力證明 是只要存在 你等多些時間 現在等的時間 是全世界這麼多國家 相對短的 那在加拿大 就有所謂的永居制度 你都是一加 就是PR 都要OWP都一年 然後三年 你本業家只有三年 才有入籍 最快一加三 那你PR很快就有了 香港就沒有PR 在台灣就沒有PR 你的制度 但是我會覺得 台灣有很多的制度 包括你那些專才的移民 很多等了 現在2024年 等了三年 那基本上是 比原定的一年 多了兩年 都最尾路到 其實很多都是說 那時候說 你要工作 各方面 你要從事什麼相關職業 他希望你做到 所以如果不行 他有一個保留觀察期 本身要否決你 但是他不否決 保留觀察 多一年 輔導你 可以掌握到 你一些財力證明 照批你 你看幾個月 情況已經有很大的變化 那你說 我都說過一句 花開堪節 直須節 如果你真的要走 我說你知道這種政策 不會長期持續 然後收緊的地方 就是以後會將這個 居留的年期 我估計會加長 嗯 估計不是代表我 希望 你不要亂誇我 我講的 我只是估計會加長 那要加長的話 是沒有人擋得住的 你怎麼訴求呢 同時我唯一爭取這件事 我想都會成功的 就是 等新來的一派已經 居留著 等著定居的那些 現在新政策 那些不會受影響 可以嗎 但是你新政策 來到之前 你還沒居留 不好意思 你就跟隨最長的年期 OK 就是你已經居留著的 就是grandfather 就是不索確 你們這幫人 基本上 原用舊制度 一年可以申請專裁移民 專裁定居 頂多是這樣 但是你說 可能中間有一些叫 長期居留 就是你先 未來的情況會有 先居留 再長期居留 再審一次 才有定居 有幾關要過 那這些這樣的事情 要鋼食 我可以這麼說 這些情況 未來呢 英國加拿大這個門 會慢慢縮窄些 不是那個趨勢都是一樣的 是啊 一樣的 大同小異 那時候越南船民 香港的情況 沒錯 這個很容易理解 沒有一個國家 可以長期這樣去承受 這麼多外面的人 進來的 無論你是難民移民都好 還有移民政策 在每一個國家 其實都會 因時制宜 所以其實 索保剛才說的就是 香港 仲在香港的人 其實要做決定 就快點做 就是越快做決定 越好 所以就不要再拖拖拉拉 這個就要交給每個人自己的決定 是啊 每個人自己的決定 是啊 那一節都說不完 這一節又爆了 那其實就 這幾個星期 其實是相當精彩的 由520開始 還有台灣的藝人 還有剛剛這一兩天 其實 阿桑普就應該去士林夜市 碰一下這個 黃仁勳 張忠謀 林百里 他們 哇 真的很開心 很精彩 這些才是成事的 就是 你看到整個香港 就是 作為香港人 看著台灣 哇 就是今天 真是 紛紛色彩 但是 香港就 一潭死水 那我們 anyway 就先休息一會 回來 我們都要講一下 接下來的六四 我們都想回到香港 周恩同災被捕的事件 那我們休息一會兒去到傑斯的頻道 好 仍然還有第二節的新梳梅神咒 去傑斯頻道看第二節 OK 好 拜拜